韩国hyper娱乐旗下六人之女团Losierfame 终于揭开了全部成员的神秘面纱 大量网友赞叹Losierfame的颜值超高 但与此同时 要大量韩国网友对于hyper娱乐 帮涉嫌校园霸凌成员金嘉兰护航的行为感到不齿 以恭喜校良金彩原为核心组建的六人女团 Losierfame将于今年5月正式出道 而这些争议的源头 来自Losierfame公布第二位成员金嘉兰 有韩国网友爆料这位16岁的金嘉兰 不仅是校园霸凌者 而且私生活混乱 抽烟喝酒样样来 无言会语更是家常便饭 随之曝光的还有大量金嘉兰上学时恶行的照片 网友称金嘉兰在校场说 要睡到仿男少年团的青太横 金嘉兰在校场说 恭喜校良是整形怪物 超级厌恶张元英 网友晒出金嘉兰大量聊天记录 各种脏话和威胁言语可见 网友晒出金嘉兰和好朋友 站在学校自画的信器官等 误会黑板爆下 庆祝他成功出道的照片 事件爆发一日后 经纪公司终于发声明正式回应此事 称这是一场有羽毛的 对旗下还未出道艺人 金嘉兰的污蔑诋毁行为 公司将拿出法律武器 维护金嘉兰的权益 对此大量韩国网友并不买账 但有不少网友开始支持金嘉兰 禀报与同情 所以在4月9日 Locera Film成员公布完毕 大量网友赞美Locera Film还言 造型支持 但也有大量韩国网友纷纷留言 抵制要求Hive方面换掉金嘉兰 在这种背景下 Locera Film出道性的宣传热度是足够了 但是这种黑红起来的热度 不知道对在5月即将出道的Locera Film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阿德韩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